我们来看一下4K的怎么测量 测量之前需要标定 把我们随后配的标定尺拿出来 放在镜头下面 然后找到对应的刻度 我们选择的刻度 它是一格是0.5毫米 两格是1毫米 一会儿我们要以这个为参考 把鼠背光不交移到显示器的左边 然后就出来一个菜单 这个功能就是测量 我们点进去 然后我们最好是打开这一个边缘检测 这个有助于我们选点曲边 点一下 然后标定的模式呢 有两种 一个是线标定 一个是圆标定 我们通常选择的是线标定 我们点进去 然后开始画线 刚刚说的两格是1毫米 我们画两格 然后发好之后 这个名称 我们可以随便填一个改一下 比方说我们选择一个 99 然后 确认 单位呢 我们长度我们是1毫米 这个金度我们可以选 点开选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 然后我们现在确认 确认之后 这里就有一个名称 99 就是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标定值 然后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 这个标定的是不是对的 两格是不是1毫米 然后我们现在再选择这个直线 我们来测一下 两格是不是1毫米 线1毫米 那说明我们现在标定的值是对的 然后这就是测量过程 然后你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其他的标定